杨阿姨 过一段时间 我要离开一下 目前你的身体状况很稳定 但是不能中断治疗 你为什么 一定要选择现在离开呢 因为有的人 他的生命比我重要 我想去见他 你阿姨感到很欣慰 这么多年陪在你身边照顾你 看着你渐渐好起来 我真的很开心 只是每次见到你 我的心里总觉得 总觉得怎么了 你是有什么事要说明阿姨 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说 但是你要走了我再不说 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说吧 什么事啊 当年你妈过世 算是医疗事故 她在生命垂危的时候 最挂念的就是你 她跟我说 你从小就没有爸爸 怕你一个人孤零零的 不过幸好你现在到了陈家 就不会那么孤单了 你是说你认识我妈 你怎么知道她的 你妈当时送到医院来的时候 伤势很严重 但是神志还是清醒的 那个时候我也只是一个小护士 负责照顾了她几天 实际医疗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没过几天我就给调走了 被调走了 不只是我 凡是参加过的人 都被调离了 为什么会被调走 调离了 梁珊 你不要问这么多了 我也就知道这些 谢谢你啊 刘阿姨 梁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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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梁珊写张纸条 说要出去走走 去哪里了 不知道 没人知道 你赶快去找 不必要找她的 那叫上机票呢 取消吧 明白 姐 梁珊不见了 怎么会呢 连续打了几天的电话 都是关机状态 陈叔也联系不上 家里也没人 走之前 他有跟你说什么吗 没有啊 但是他从上海回来 就开始不对劲了 怎么办啊 姐 你先别着急 他这么大的人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 我觉得梁珊可能回国了 你